awwwwww 相信一定還是會有溫暖跟陽光轉嗎 再影表太多 就多一點正向力 加油 加油 會撐過去 熱情出頭系列 大家好 我是寶妮 這是我的朋友君 嗨 大家好 我是君 2月6號的時候 土耳其發生了瑞士規模7.8的強震 造成很多人員的傷亡 駐台北 土耳其貿易辦事處 和慈濟共同發起了物質目擊 馬上台灣人的愛心 就塞滿了物質收集的現場 今天我們來到慈濟內湖聯絡處 一起來當物質整理的志工 你好 我們要來當志工 請我們 請裡面報到一下 裡面報到嗎 好 謝謝 人好多 人真的很多 報到之後我們到一個背心 然後我們現在穿上背心 欸 要把它打開 穿上背心之後 就可以進去裡面放包包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 做志工的工作了 剛剛連背心都不會穿 這不會被剪進去吧 這不會被剪進去吧 完成 完成 這次民眾寄來的物質 然後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拆箱它重新去清點樹木 確認裡面的東西是正確的 然後樹木也是正確的 我們才會重新封箱 然後貼上我們自己的標籤 真的 欸 這裡有點亂 這可能要重新整理 欸 那這張它是寫的72件 我們來自認下是72件 哇 那全摸點 它一包是六件 喔 好 好 好 這樣就 進去 好俐落 所以這是保暖衣 南 72 對 藍色 72件 72 好 然後貼在右上方 我剛才一看到好幾個志工 他們就說 來 從風箱過來 然後 就是趕快把那個大箱子搬起來 就是超級感動 大家非常熱心 我們是國王大學資產學院 我們對待來了 15個人左右 那我們未來的責任是軍人 那軍人其實不斷平時跟戰時 我們對社會都有一個責任在 志願來的 這個沒有任何的獎勵 都是志願來的 他們晚上還要收假 這個都要撕掉 喔 這個要撕掉嗎 到時候要混淆 你看這邊 看這邊 喔 好 那我把它撕掉 對 你們要用這個 都要很清楚 OK 被退貨了 搬來乘重 這邊 直接搬 當我們在做 我發現 新南部有一個一站一站的工作站 我們每個人做完自己的事情 接著我們就會知道 OK 下一個我們要交給學 所以我其實覺得很厲害 我們是從嘉義上來 我們原本是安排出去旅遊 只想說現在要旅遊就是要做好事 我覺得也要讓孩子來體驗一下 我們真的是很幸福的 因為我經歷過久而已 所以我就看那種感覺很難 他們會覺得說 喔怎麼這麼恐怕 可是你不到現場來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是體驗 真的不知道怎麼幫助別人的感覺 現在有很多箱子裡面裝的是分類好的物資 然後我們現在要把這些物資放到貨車上面 就算沒辦法輸很多錢 但是一點點 確實是一次會累的 所以需要更多人來一起 就是大家可以累的時候就輪流幫忙 現在他們就是可以順利度過這次的 長正的這個災難 然後也不用擔心會暗示不好自己 因為背後有像瓷器這樣子的魚的主持在幫忙 所以一定能夠好好的度過 其實覺得有點累 都流汗了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熱心在做這件事情 而且瓷季他對於他的 要送出去的物資是非常小心的 希望這些物資可以順利的送到土耳其 跟敘利亞的災民手中 熱青年帶你發現值得關注的一題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